投資股票一個就是可以領股息 賺價差還有就是賺紀念品 這邊桌上百事冰山是一條 就花3萬 他就成了700多家上市貴公司的股東 如果你要價差價就一定要盯盤 如果你不能盯盤就不要去買 切記喔就是資產的分配一定要有比例 大家好歡迎收看一起上課去 記得按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 還有還有趕快加入會員喔 那我們今天呢現場請到這位來賓 很多人一定會非常羨慕他 因為他就只花這樣 不是3億 不是3000萬不是300萬 就是花3萬 他就成了700多家上市貴公司的股東 到底怎麼辦到呢 小副爸爸張俊祥歡迎 大家好 這也是太神奇的數字吧 你就這樣存到了700檔的股票 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來分享 你最厲害的就是 你是靠零股交易 靠零股去買這個 不是買是送 去拿這個股東會的紀念品 是 零股交易 這個最新的制度上市囉 那麼這個零股交易 這個最新的盤中零股交易 跟之前是盤後零股交易 差別在哪邊 以前是要等人家收盤之後 才感覺很冷靜很落寞的 好像去那黃昏市場撿菜 看有沒有人不要的啊 我還是要有時候配股配料一點點嘛 那想要把它處理掉啊 現在盤中可以一起熱烈參與 對 所以以後是從上午9點10分起第一次撮合 之後每三分鐘開始可以撮合 對 那麼是以價格為優先 以這同時間的話 同價格的話以時間為優先 你就可以開始這個 好好的熱烈參與最新的 我們政府鼓勵的零股交易的行情 沒錯 零股交易怎麼做 可以買到自己想要的股票 這一次的零股交易喔 盤中的交易喔 其實最大好處是 很多的小自主可以參與這場活動 對 對 真的可以參與 而且你現在可以開始有能力去選 高價股來投資 對 早期的話你可能沒辦法 比如說你兩萬塊錢 你要去買一些高價股 你肯定買不起 但是零股的盤中交易呢 除了過往的盤後之外 過往盤後也可以啦 對 但是 但是過往的盤後買的 都是券商分割出來的 對 而不是真正的所謂市場的撮合交易 對很多投資人來說的話 就增加了很多交易的機會 以往你沒有了 現在你可以多次的交易 除了就是這個交易次數增加之外 你還可以享有股東會的經濟品 那之外當然就是 大家都知道說 你有機會去買到高價 經濟品現在這邊桌上 百事冰山自己繳啦 那成本要怎麼算 成本要跟大家算清楚 現在零股的最低的手續費是20塊 每一股交易手續費就是20塊錢 假設你買了零股總金額是5000塊的話 我乘上的交易手續費是1.45的話 其實是7.125元 可是依照現在的規定 你仍然要被收20塊的手續費 那如果我們反算回來算呢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個案例是 如果你投資總金額是2萬塊 乘上千分之1.45的話 你的支出就是28.5元 對那以前你買不起 現在你買的到 但是你的支出成本就是28.5元 所以一次最好買14,035元 是這個意思嗎 你就可以完整的享受這20塊手續費的支出 至少要買到這個金額 OK就才以交易成本來看 這樣才划算 才划算 要不你就要找券商 請券商可以給你一些優惠 對 不是成本看起來其實不高啦 除非你是一次買一小股的話 成本加起來就會有點多 每天撿一股一股會有差 當然會有差 對還是建議要買比如說一百股 或者是多一點 不要買這麼少 這個是好玩 我放可以這樣做 OK 那小資主到底要怎麼選擇 適合做零股交易的個股呢 好其實個股的操作部分 我會建議 你要先了解你的資金流 因為這個資金財務規劃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來選擇的部分是 比如說你每個月 有固定可以提撥的固定金額 這是一種 那第二種呢 你這個可以去買 比如說是ETF或是存股 你可以參加存股計畫 那第二種呢 是你單筆有的金額 閒置資金 比如說10萬 20萬 這樣的金額 這是兩個概念 一個是每個月可以拿錢出來 投資的 一個是我可能閒置很久 或年終一大筆的錢 這就屬於B 那當然A跟B的部分的混搭在一塊 就是所謂的混合型的交易 第一個是從資金面的角度先去了解 自己該做什麼樣的投資規劃 第二個你要判斷是你可不可以盯盤 如果你不能盯盤 那你就不要去做超盤的交易 你就只能做所謂退款 就是做2 就是定期定額的存款就好了 其實你的交易目標可以是這樣子 你可以用所謂的價差交易 也可以用存股 像如果你是存股的話 就是定期定額 就是非常適合 對那如果你要價差交易 就一定要盯盤 如果你不能盯盤 就不要去買 OK 對那你可以選擇的方式有什麼 你的存股計畫裡面 當然你可以選擇是個股 那當然也可以選擇是ETF 那這裡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如果是ETF 沒有紀念品 大家記得 對但如果你是個股的話 你就是選擇產業龍頭 選擇你熟悉的股票就行了 對那至於投資的方式呢 其實有兩種 市場上的是定期定額 不能居多 比如說我用大力光來說 你可能是3000塊的股價 可是我每個月買1萬塊錢 可是你只可能買到三股 那剩下那1000塊 是不是就沒使用到 這就是定期定額的缺點 對那最大好處 你還是其實你可以考量 是用定期定股 比如說我一個月要是買100股 一年後我可以確定我擁有1.2張 定期定股 我會讓你更明顯知道說 我的股價的漲跌幅狀況 因為你每次買都有感 你有感 唯一是固定買100股 像股價漲的話 我現在是買1000 就要花了變更多了 變多了 比如說你這個月買 比如說你買的是3000塊錢 總共是3000 同樣我買100股 可是下個月變成是6000塊錢 你多花了3000塊 這時候千萬不要難過 我要很開心 我的股價漲1倍 什麼樣的人適合做定期定股 定期定額 比如說你真的沒有時間 可以看股票 那你就是定期定額 對那就是懶人的存款方式 那如果說 你想要練盤感 然後呢又想要知道說 很短期間 比較積極型的投資人的話 那我就建議你採用 定期定股的方式 好這其實蠻好的 你要先把這個你的目標想清楚 因為很多人就是哎呦 這個明明是在做存股 又心裡又想價差 那你怎麼做都會覺得 投資很累不好玩 先把目標擬清楚 資金分類的部分 其實你要有比重 這是這個部分呢 是屬於就是 你是屬於一大筆金額的 切記喔 就是資產的分配 一定要有比例 比如說你可能可以分成25 30 25 20 這是一個分批布局的概念 不要讓你資金好像all in 全部都投資進去 萬一你可能賺錢 可能賠錢 就一次就說哈了 這樣的投資方式事實上是不對的 不論你是多有資金的人 事實上資金都要考慮到 進跟出的方式 所以一定要建議 你要比以上分配 那我們這裡面就有看到 比如說 你在做這個規劃之前呢 你還要了解 比如說你的股數是乘上 你可能一個TIC 漲跌幅的價格 比如說我們用1000塊來說的話 你買一股 他可能漲跌幅就是5塊 對 那如果你是買一股的話 只有0.01 五感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 如果你買10塊錢一股的話 就0.01 對那個可能 你要買到1000塊才比較有感覺 就是這樣 對 所以你就要買的是高價股 對你來說會比較合適 建議大家買高價股 應該高價股比較有感 才有感覺 對 另外一個你最厲害的地方是在這個 股東會紀念品 到底有的人會覺得紀念品領好像有點麻煩 領紀念品投報率高嗎 他領了十幾年了 要告訴你投報率很高喔 扣除掉你所要花費的時間的話 你用存取得的話 當然這個報酬益 檯面上看來是高 可是如果你投入的時間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他只能說 讓你有一個就是可以免除家庭 額外的支出 費用的支出 我覺得是大概可以達到這個成效 減少額外的支出 就是因為他有很多琳瑯滿目的 股東會紀念品很多嘛 你可以減少日常開支 其實減少就是賺到啦 你是有700檔的股票 因為你的故事其實蠻有趣的 你是 一開始你是在做一些 幫人家債務協商嘛 對 後來發現他們是沒有錢 沒有錢只能做零股投資 我們鼓勵他們的方式就是 其實很多人還是會眷顧你 因為他們已經在 完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 就會認為說 那我連下一站在哪裡都不曉得 我說你買個一股 其實上次的公司老闆都會贊助你 他也做了一份善心 買一股都 這些都是買一股就拿到的 對一股也有 這是中鋼一股多少 一股大概不到20塊有賬 20塊 這把嬸超厲害的耶 把它開一下 這個嬸聽說那時候就有賣 很多人說這個買中鋼 中鋼看到骨架沒有什麼反應會很生氣 但是領到這把就不生氣了 這個還是中鋼製造的 中鋼製造 那這個嬸股一定很厲害很強啊 八爪的 很堅固耶 八爪的 還有台灣黑熊耶 非常耐用 這樣20塊就有了 還有春啊 還有春啊 一股就可以了 對對對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是不同年份的 不同年份 還可以累積配套系列耶 這個也是我很喜歡的顏色 你知道這是什麼 有點類似都沒有完全像啦 Tiffany蘭 對對對 跟Tiffany蘭有點像 20塊就有了 這也是齁 是 哇 而且你買一次就可以了 買一次 因為中鋼基本上它不大會減資 對 它是非常照顧股門的 所以我買一股就每年都去領這些東西 每年都有 然後你說會減舍生活開支 對對對 但是你要記得去電子投票喔 要看它規定 有的時候還要印出來 OK 對然後還要在約定的時間 只有三天可以領 它會通知說後面都有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啦 對對對 誰假誰假啦去抓寶啦 可以 跟寶可夢一樣 你手上這個也是 這是K米手環 對 那個多少錢可以換 這個 永大那時候應該是 現在應該三十幾塊吧 這個是在臨時會 剛才還漏了一個 三十幾塊 對就是臨時會也有喔 不是只有股東會 股東會可以領一次對不對 萬一有臨時會 你可以再加一次 加領一次 所以可以領兩把閃的意思 對 但是你剛好遇到那家上市區公司在股東大戰 就會有 這些好多股東大戰 一堆人在收購啊 所以臨時會可以再領 夯不浪當這樣算起來的話 我可能差不多 你剛剛算給我聽 你花三萬 兩萬多 對 就可以買到七百家公司領股 沒錯 然後這七百家 我領到了股東會的紀念品 價值可以三千到六千 就是純利 純利 可能是三千到六千 因為你還有很多的成本 這樣算起來的話就是報酬率的話就是兩成 而且這是可以每年兩成兩成 因為每年都可以領 大概20%上下之間 所以我們要更正投資股票一個 可是可以領股息賺價差 還有就是賺紀念品 那怎麼判斷加公司 你會從這樣的股東會紀念品 找到哪些公司值得加嗎 可以看得出端倪嗎 其實是可以 可以喔 其實是可以 領紀念品可以很清楚 可以很清楚知道這些公司的內幕 真的領紀念品還可以知道公司內幕 可以你可以知道某些集團在操作什麼 蛤為什麼 對 從這把閃這個杯子可以看到什麼 沒有沒有 應該是說我們在領紀念品的時候 會知道這個公司的結構 哇 領紀念品還可以有 像拜訪公司一樣得到很多內幕消息 那因為我們領的數量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他們運作方式 還有他們對於人事的安排跟佈局 其實你都看得到 這家公司 然後有沒有誠信這些 那有一些公司像我們 我們曾經有去過 你看公司一去 他們的服務 所有的員工 相信力非常的強 當時我那時候一直在講這家公司 他從那時候的股價 大概是四十幾塊五十塊 到現在已經一百多了 哇一倍多 那家公司的老闆很大方 他之前還送過血壓機 哇 這樣聽聽自己Google一下 知道哪一家了 對對對 不要推薦 所以從股東會 紀念品就可以找到投資潛力的股票 有一些是看得到的 很清楚 那今年你發現哪一家不錯 我可以說嗎 可以啊 冷頻道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我們是free的 自由頻道 那一家現在已經那個長到那個 已經長到不太像話了 但是我們已經下車 援金啊 我們大概是八塊多進去 除了我們領紀念品之外呢 我們也會研究現行 這樣子 應該是這麼說 那紀念品上面有發現他的端倪 好的地方 沒有 這一個不是 但是如果說我們看集團的話 就會比較清楚知道說 某些集團 他們股東跟股東之間 就是他們每一家上市規公司之間連貫的方式 對他們紀念品的運作方式 還有就是分配方式 其實都看得出來 你會清楚知道說 老闆在安排什麼事情 OK 對他可能要股權 嗯 對他可能就會多放一些好的東西出來 那他進 有過人心 不是你的股權如果說他很極力想要的時候 就代表說他可能股權是拋出去了 他準備要回收的時候 有事情 對對對 那你知道 買股票雷達要稍微明展一點 對對對 那自己什麼事就不能這樣 今年中你這對你這麼好 對對 讓你不要隨便賣股票 為什麼 對 因為有人想買 對是有原因的 他可能之前他自己股票放出去很多啊 他竟然要收回來 可是他又不能明著說 對 那他就從這裡下手 哦 對 然後收一點股權回來 然後確保自己的經營 經營權嘛 嗯 對對對 所以這是看得出來的 OK 好 今天教大家零股 我還有紀念品投資法 穩定獲利兩成以上的 哈哈哈 謝謝小撲爸爸 拜拜 拜拜